大家好,我是莉莉 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视频是关于一个request和require这两个词的区别 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真的很不明白 我觉得这两个词究竟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好像就无限接近 对我来说 对我今天之前啊,我真的没有查过 但是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大家是非常非常接近 说实在的用事,我自己觉得感觉就很容易混 所以我查了之后,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做个视频 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相信这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感觉这两个词太接近了 也很容易混,对不对 所以我就现在就开始废话少说了 就是request,我现在上面我今天查到的 就是它是说礼貌,正式的要求,或者是请求 要记住哈,礼貌,正式的要求,或者是请求 你看它上面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an act of asking politely or formally for something 就说你是一个正式的,有礼貌的去问一些东西 是不是?去问一些东西 看下面还有第二个解释 就是a thing that is asked for politely or formally 就是有一个东西啊,是被问的,是正式的,而且是有礼貌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request的关键它是跟礼貌 就是它这个要求是有礼貌的 就是不是粗鲁的这样,是不是? 是这样,我查到了两个例子 就是说第一个哈,第一个是the organization received hundreds of hundreds of requests for more information 就是说呀,那一个组织它收到了有一百多个 嗯,请求,这个请求是有关就是想得到更多的信息 就是它收到有一百多个要求,就是说给提供一些更多的信息 就是这个要求还是正式的,对不对啊? 我觉得第一个主要是侧重一些正式的 你看下边这个就是说,这是第二个例子哈 就是our manager refused our request to leave work at 3 pm 就是说我们的经理啊,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是我们想离开工作在三点钟,下午三点钟 就是说什么呢? 你很有礼貌的提出来,正式的提出来 但是老板是可以拒绝的,老板说不可以啊 你不可以三天走啊,你三天走了剩下还有那么多工作谁做呀 是不是啊?所以老板就可以拒绝,你的经理就可以拒绝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记着request的事 咱们要记住就是它是有一个礼貌的正式的 就是说你要礼貌的提出来 但是人家也可以礼貌的拒绝,是不是啊? 我是用这个方法来记哈 下边第二个require就是说 它的汉语是就是需要啊 有要求啊,规定啊 我觉得一说到规定 你看咱们汉语的就是说 需要,有要求,规定 一说到规定好像就会有一些上下级的关系 是不是啊?不同级,对不对啊? 就是说 规定你怎么怎么着 需要你怎么着着 要求你怎么着着 反正我觉得规定好像更硬气一些 更硬气一些 你看它的英文解释就是 need something for purpose 就是说如果你想干什么 就是规定你必须要怎么怎么着 你才能干什么 否则你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啊,它是有规定的 看下边这个第二个就是 instruct or expect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就是说 有一个人教你 怎么去做 或者是有一个人教你 或者期望你去怎么做 比如说吧 你 你从一个超市买回来一个 就是要需要 就说一个椅子吧 是个简易的椅子 你自己回来 你打开你说 only instruction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要怎么做 是不是啊? 它肯定会告诉你 就是说你第一步要怎么 想把哪个和哪个放在一起 第二个第三个 你必须得跟着它那个instruction 你才能把这个椅子才能建起来 否则你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 像咱们游的去那个家具市场 买回来以后 你自己组装的 你就是得follow那些instruction 否则你是把它建起来的 所以这个它就是有一个是 需要 它就是规定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啊 有要求是这个样子 否则你是做不成的 你看第三个就是 specify as compulsory 当我看到这个compulsory的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就是 很硬性 它就是有一点点法律的意思 compulsory 是不是啊 就觉得 规定的 必须是这样的 要求的 是不是啊 你看后边它又来了一个 就是说 the minimum car insurance required by law 是不是啊 我觉得这就是说 你开车出去 你必须要得要保险呀 这是法律规定的 是不是啊 你没有保险是不可以出去的 当然我说了 偷偷摸摸出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再咱今天考虑范围之内 哈 对下边就是 还有第四个解释嘛 就是require something of should regard an action or quality as due from someone because of the position they hold 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 所以它就是要求什么什么 就是 你要做到 呃 这一个吧 你必须必须得怎么着 其实我觉得require还是有一个就是硬性的规定的意思 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就不行 就没有这个后果 是不是 我觉得比那个 呃 request要硬性 硬性一些 你看下边根据的例子 咱们就更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you are required by law to stop your car after an accident after an accident 就是说 法律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我们必须停车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不停车的话 就会罚款 就会扣分 是不是 所以是有后果的 对啊 下边这个 就比较 相对那个就比较柔和一点 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个require的放在手里 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的呀 你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你看 bring up children often require us to put their needs first 就是说 我们想要养大一个孩子 很多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还得把他们的需要放在第一位 就从小十二说吧 小十二半夜三更的孩子哭了 咱们必须要先去安抚孩子 安抚他们睡着了 咱们才可以睡觉 否则你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你否则的话 你就一个晚上别睡 是不是 否则你就不是亲妈 对不对 就是说 你还是把这个需要要放在 放在第一位 还想说什么呢 就是 我现在总结一下 就是说require和request request 就是咱们记的事 我记的事 我就会侧重 记住它 它是一个有礼貌的 正式的要求 我们有礼貌的 正式的要求出来 别人可以有礼貌的 正式的拒绝 这是可以的 你看下面require 就是要求你这样做 你要是不这样做 就不行 就没有这个后果 是不是 就像你要开车出去 就规定你必须要有保险 是不是 就是比较软一点 就下面这个说 带孩子长大 必须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他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就是如果你不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你将来就会有麻烦了 是不是 那上面那个request 就是说 你跟老板说三点走 老板说不可以让你走 你也没有什么后果 是不是 大不了你今天的计划没有完成 没有多严重的后果 是不是 所以从后果来说 我觉得也是require 这个你从后果来说 就是后果比较严重的 你就想 哎呀我是不是应该用require 后果不是太严重的 你是不是应该 哦request 就是说你如果想到礼貌的 正式的要求 哎呀我可能是要用request 是不是 所以就是我今天就想 就是说request和require 就要这样去 request request有礼貌的 正式的要求 记住了 request规定 是一个规定哦 它这个就更硬性一些 好谢谢 如果你们喜欢Lily这视频 跟Lily一起学习吧 帮我点赞订阅和分享 好拜拜